我今天呢,因為TDUX的計畫,所以受邀來參觀合作 那等一下裡面可能不允許拍攝 那之後我再慢慢的講吧 郭文貴議員 各位了解台灣的農業 我想故意講農業 農業包含魚、木跟農產值多少嗎 各位有沒有人 沒有關係隨便猜一下 農委會的主委告訴我 陳吉忠告訴我五千多億,五千多一點點 那整個,當然農業的重要性不是只看它的產值 農業代表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文化 那請問農業佔台灣的這個產業的產值多少 知不知道 台灣的GDP在2021年接近八千億美元 不到百分之三 時光倒流一百年的話 台灣的農業一定是佔整個產值的七成以上 那比較簡單的手工業跟其他商業的產值 才會佔另外的三成 那時光轉移 世界在變,產業也在變 產品、服務、競爭都在變 我們就要思考台灣要繼續 follow 一百年前的道路,還是五十年前的道路 還是三十年前的道路 他有幾句話就是淺農勿用 什麼叫淺農勿用 你小的時候這個農在水裡面 很難發揮 那就是要學習才講